庆祝重阳节平溪十滴礼办公处在9号这天 就在礼办公处前广场进行了一场敬老庆祝活动 快到中午的时候阿公阿嬷都陆陆续续来到现场 里长也特别设宴邀请长者们一起用餐 现场表演活动更是精彩 让阿公阿嬷们看了都非常的开心 为了提前庆祝九九重阳节平溪十滴礼办公处在9号当天 特别在礼办公处前的广场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 还有各单位包括台电 锦销等等的居家相关业务宣导 邀请里内的长者一同来共襄盛举 在这天快到中午时间阿公阿嬷陆陆续续来到现场 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场面温馨热闹 一公司要到处了礼办就是重阳节 想说铁炸炼办一个人留下做一个生意就知道 代表一个经理 先到一些我们的事业 比如说那个消防队冬天已经将近来临 那用热火器的问题 一支电话家一千户就是说两个月一千户一千户以下都没应用 我们家的我们普通站起来基本就没应用 电机条件没应用 为什么要条件电机 大家知道这几个月油在你去 除此之外场边还有平溪卫生所的团队来到会场替张哲门免费施打流感疫苗 让长者不必周车劳顿 阿里长也设席邀请长者用餐 表演活动当然也不可少 阿公阿嬷看得好开心 吃好啊 很好很好 大家都到天了 来开港 还有有岁的小伙子最好的 有哦 欢迎哦 你中伴这个欢迎啊 这样 趁着重阳节前夕 把里内的长者聚集起来 大家互相联络感情 吃饭聊天 看看表演 让今年平夕 实地里的老人家 有不一样的重阳节 介纯威 平夕采访报导